好 声音放着听 自愈力陪伴你左右 就在扬声望来 扬声online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子明 我是雅纯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的线上Podcast的部分 来听我们两个聊一些有关于健康的部分的议题 说到健康 子明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健康的话题 其实讲到健康 很多人都很重视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议题 是什么 这一题就是体重 哇 体重 每个人都对体重应该都还蛮斤斤计较的吧 对啊 尤其是像我们在做带领者的部分 最常跟长辈聊到的部分 也可能就跟体重也有关系 我记得我只要每一季在带那个自愈力杯的时候 一开头的时候就会希望大家来写说 你来扬升 来我们这边上自愈力的课程 最想要改变的 尤其在短时间内最想要改变的是什么 很多人写的都是体重 对啊 不完就是说 我的腰围要小一寸 那当然也有人说体力要好 想要更健康 这都是很常听到的 那我今天特别要想到的就是个体重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体重不是一定要轻 不是一定的什么 不是一定要轻就好哦 哦 就是体重比较轻 不是最好的就对了 那重一点有比较好吗 没有所谓的最好 只有所谓的最适合 对对对 就跟鞋子一样嘛 是啊 来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一起来想一件事情 就是60岁以后 能够成为六灵馆的会员 他们适不适合该减肥 就减肥就一定好呢 嗯 嗯 你觉得嘞 60岁之后哦 我觉得就是也是要看你的身体状况吧 适不适合减肥 或者是做一些体重上的调整 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 其实60岁以上适不适合减肥 当然也就看他现有的一个重量为主 也就很瘦了 叫他再减重的话 那真的是不是好事情 但一般来说 我们所谓的看到的 目前的一些中年的 有些落离型的身材啦 或者中有些发福的部分 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好啦 可是却有人说 哎呦你们的身材不好看 你们应该要减肥啦 或说你可能太重啦 哎呦这样身材太高 会有什么三高啦 高血压高血脂的部分 其实啊 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需要就是减重这件事 我觉得除了外表之外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 应该就是跟健康有关系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什么 高血脂啊 三高那一些的 没错 其实我们 我们所谓的重量的部分 当然除了美观以外 其实最重要回归头来 就是健康这件事情 所以60岁以上 该不该减肥 这要回过头来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为止 我们先说一个数字好了 其实在台湾 45岁以上 45岁以上 将近两个人当中 就一个人体重过重 真的 所以我们两个 其中有一个人 就会体重过重吗 那就要看我们两个 是不是45岁以上 不好意思 应该都没有吧 我有 不好意思 我就是那个年满45岁 又体重过重的那一个 不过为什么要说45岁 你知道为什么45岁吗 为什么是45岁 其实45岁是一个 很好的分水岭 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个 代谢状况的部分 在年轻时候 你可能吃什么 大吃大喝 每天炸鸡 像有些人喜欢吃 那个什么猪脚饭 吃完之后都不会胖 猪脚饭超好吃的 是啊 又那个皮 又Q 又那个胶子 很多人喜欢吃 山珍海味都去吃 但是就是不会胖 怎么吃 就是人家说的有口福 怎么吃都不会胖 可是在45岁之后 身体的代谢变差了 所以是45岁之后 它身体的组成 就开始产生一些 变化的意思 所以这时候 它如果再不忌口的话 它就会开始 累积一些脂肪在身上 你就会让它的体型变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关系 还是一样 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 怎么我吃的 已经比以前少了 但是身材 反而比以前胖 对 就像有人说 他连喝水都会胖 是啊 所以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身材 就越难保持 那到60岁以上 我们的一些长辈的时候 当他再回过头来说 我想要减肥的时候 这时候 必须要重视一件事情 你减的是身材 还是减的是健康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把健康减掉了 那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不要过油或不急 这样子 对 没错 其实在聊减重之前 我们先来讲一下 所谓的 什么叫做标准 什么叫做标准身材 什么叫过重的身材 什么叫过轻的身材 怎么样才是标准的呢 志明 讲到标准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最常听到的一个测量值 叫做BMI BMI 这个很常听到 但是我知道他的算法 好像有一点复杂 其实也不会说太复杂 你只要把你的身高乘两次 就是身高的平方 然后用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 就是BMI值了 假设说我是50公斤 那我是身高算180好了 你就用1.8公尺 乘以1.8公尺 除以50 或者是1.8公尺的平方 除以50 这样就可以了 有人建议BMI值是大概18以上 到35以下 是所谓的一个身材的一个标准值 如果你超过35上 就叫做重度肥胖 低于18以下 可能就是体重过轻 那这就关系到我们 那个死亡率的一个曲线 越高者 你的死亡率也会越高 越低者 你的死亡率也会越高 所以过于不及 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啊 应该过轻或者是过重啊 都是比较属于高死亡率的 对不对 没错 其实过轻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肌少症 怕的是失能 怕的是身体的抵抗力下降 你可能没有 那个身体没有能力 去对抗一些疾病啦 或者是某一些细菌 或者受伤的时候 你的身体没办法 快速的恢复 你的组成变差了 那过高呢 你才过高会 为什么就不健康 应该就像你刚前面的 有提到的什么高血脂啊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产生哦 没错 如果我们的身材的 那个VMI值过高 往往伴随的可能就是 所谓的三高的部分 三高的部分 包含像高血压啦 高血糖啦 高血脂啦 你可能很容易因为中风啦 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阻塞啦 造成你身体那个死亡率的提升 甚至三高的部分 可能会伴随着 就会有一些 十字阵的风险会提高 所以我们的身材 真的是刚刚好就好 好 讲到刚刚好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能全然 看这个VMI值 在18到35之间哦 是哦 它不就是一个 评测的标准吗 其实不是哦 其实不是哦 不见得你就在这个之间 就一定是健康的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为什么啊 嗯 诶 没想到吗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 实际的例子 来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说VMI值 为什么担心VMI值 因为VMI值看的是两个点 第一个叫做身高 身高 第二个叫做体重 体重 对 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的重量 是在符合我们的身高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有个很漂亮的VMI值 可是这不一定不代表 你的身体里面 是什么造成你的重量 怎么说呢 有可能你的身体的组成是 肌肉比较多 嗯 有可能你的身体的组成是 脂肪比较多 嗯 如果你的体重 体重是靠脂肪 称出来的体重 那就不见得漂亮了 哦 如果你的体重是 肌肉所称出来的体重 那就很好啦 嗯 就会比较精实一点 是啊 你去想想看 我们担心VMI过高的人 是担心他有三高 对 担心他有心血管疾病 对 可是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 在那些健身房里面 哇 那些肌肉难 那些肌肉性的要很棒的人 他可能体重很重哦 对 肌肉其实也是蛮有重量的 对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一个研究显示 肌肉的重量 是我们脂肪的三倍重 哇 三倍重 所以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重量的肌肉 跟同样重量的脂肪 对 肌肉显得很小 我来举个例子好不好 好 嗯 你还记得以前 呃 林树豪在最风光的时候 在那个 林来峰的时候 他的样子吗 当然记得啊 很瘦哦 而且在球场上真的是 哦 风 风靡了很多人 这些篮球 篮球选手 看起来就是很瘦 然后高高的 对啊 又瘦 然后又高 然后 那个真的是 好 那我们再让你回想一个人 就所谓的那个 也是一样很高哦 以前的连胜文 连胜文 对 他蛮高的 嗯 但他跟林树豪的身材比例 你觉得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 嗯 连胜文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瘦来形容了啦 对吧 啊 这样好像对他很不好意思 对 就是如果连胜文有在听 我们先跟你抱歉一下 好 我们只是做举例而已 并没有要恶意的 抨击你的一个身材的部分 我要说的就是 其实 以他们的外形看出去的话 其实那当初有一个调查 他们那时候 就是那时候的身高体重 其实是一样的哦 身高跟体重都是一样的哦 对 可是看起来完全是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那个状态 其实完全不一样啦 对啊 对 刚刚回到刚才在提VMI的部分的话 VMI如果是一样的话 代表他们的身高体重的 算出来是比一样的 嗯 所以当像林树豪跟连胜文的部分 他们的VMI只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说 林树豪跟连胜文的提出成是一样的 哦 难怪就是你刚刚说的 VMI不能就是决定这一切 嗯 这要回过头来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里面 除了骨骼以外 其实多的是肌肉 而不是脂肪 最好的状态就是肌肉要大于脂肪 就对了 当然咯 甚至有些人才在追求一些低脂啦 灵脂啦 然后让身材看起来就是一些 哇 就是muscle男这样子 很谦细这样子 可是他们的体重盛起来 不见得轻哦 嗯 因为你刚刚有说嘛 肌肉本身就会比较重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体处层的话 像有一些健身房啦 像有一些健检医院啦 像有一些健康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测量一下 我们的体脂肪的比例 体脂肪 就是直接去测那个机器就对 对 体组层啦 或者是体脂肪的一些比例的部分 所以身体的肌肉跟脂肪的比例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在台湾呢 每65岁以上的人呢 体脂的过高比例就超过60%了 那很高耶 60% 真的 有可能你看下去不显得胖 但是你的体脂过高 这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泡芙人 泡芙人哦 就是女生就是出现在女生身上 对不对 泡芙人的话是不是就是他看起来 好像体型没有很胖 但是实际上呢 你一测他的体脂真的就是比较高的那一种 而且他是测体脂哦 他的BMI也还是标准的哦 对 所以他是看起来标准 测量起来的BMI 身高体重也是标准 但是他浅尝的隐性肥胖就不是很好的了 这个泡芙人我跟你讲 我真的真实有看过 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看到这样泡芙人 我跟你讲哦 像我们60馆啊 他不是都常常都会有人来参访 对会有一些学生啊 会有一些社会人士啦 对那像有一次呢 就有一群学生来参访 然后有一个女生呢 他就想要测测看自己的体脂有多高 然后我就 我们师大60馆的体重机是可以测量体脂的 没错 所以呢我就让他试试看啊 结果哇一测他看起来就是你看 我会想一下 你看他19岁 19岁应该新陈代谢都还不错 对很年轻 应该而且看起来又还蛮正常 只有一点肉肉的而已 但我也不觉得他是胖 所以他一站上体重肌 然后一测他的体脂居然高过30耶 哇这样很高耶 对啊 后来呢我有问了问了他一下 他其实真的老实说没有什么在运动 所以肌肉量不会很多 对然后呢可能又比较爱喝饮料 所以可能是内在脂肪很多 对所以造成的所谓刚刚讲到的隐形肥胖的问题 隐形肥胖这件事情就是你去测量你的身高 也没有算很矮或者是没有算很高 就是固定的 可是你的体重呢就显然很标准 对 那你就会以为你是一个标准身材 可是事实上你的肌肉也不见得多 都在多在什么地方 多在内在的脂肪 可能都在肚子上吧 对对对对这是所谓的属生的泡芙人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刚刚有提到的部分是 其实我们针对我们60岁以上的那些会员啊 那些朋友啦 老大哥老大姐 每每在课堂上提到说他想减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提醒他一下 其实啊不见得一定要减肥 怕的是什么 怕的你减的不是你的那个脂肪 而减到肌肉去了 哦真的会这样子吗 真的啊 如果其实我们在65岁以上之后呢 我们的那个代谢下降之后呢 我们一旦体重下降的时候 其实首先减少的并不是脂肪哦 而是肌肉 啊是哦 那真的就是可能会担心就是 有没有肌少症的问题 没错 那我们刚刚说的有些长辈说 哎我们要胖一点啦 比较有肉本啦 生病哦 比较会有一些本钱 才不会一下子就很虚弱 直接就瘦瘦弱弱的 其实一个人如果躺在病床上的话 最快最快的减少的都是肌肉 嗯嗯嗯 所以即便你很胖 然后变瘦下来了 其实你的肌肉也一样少了 嗯 但脂肪还是一样在那边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 体重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绝对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肌肉量 嗯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训练一下 自己的肌肉才行 没错没错 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单元啊 会有一些podcast的内容 可以教大家更多更多 增肌减脂的内容 那我这里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真正健康不是脂肪 而是肌肉 嗯嗯嗯 那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如果你想要增加你的肌肉量 后续我们会说明 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 所谓的蛋白质的摄取 以及肌力的训练 哦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增加 我们的肌肉量的话 首先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要多摄取蛋白质 没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增加一些 肌力的训练 嗯相关的一些 增肌减脂的内容的课程 我们在后续会再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好的 那今天的主题 我们主要谈的就是有关于 该不该减肥呢 其实重点在于 来你说一下 重点在什么 该不该减肥呢 重点当然就是除了 刚刚有讲到B&I嘛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体组层了 对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的是 我们的体组层里面 该减的是哪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脂肪 增加我们的肌肉 对 肌肉是真的不要减 但是脂肪可以减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体重过重 或过轻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 是什么造成你的体重的 如果是肌肉 那好啊 如果是脂肪 那就把它减掉吧 嗯 好今天的一个说明到此为止 我们今天的Podcast到此为止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跟大家相见咯 扬声往来 扬声望来 下次见咯 拜拜 本节目由 扬声慈善基金会 与公益彩券回归金 赞助播出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亮虚妄的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